人生能有几回博,得意知己足矣,人生最难是知己,很文美,不纠结,不勾结,多少人,风风雨雨过后,突然顿悟爱情,有多少人,为知己而追求,不惜以生命为代价,知己,不是亲人,胜似亲人,知己,不是爱人,胜似爱人,在你感到冷的时候,和知己聊一聊,心就暖了, 那一般贴心的话,说到了心窝里,被你排除了心结,心暖了,轻松了,我们,都需要一个知己,在疲惫时,有人体贴,在委屈时,有人安慰,知己用如一杯清茶,在忽然中侵入心田,有时候只要一个拥抱,一个眼神,便一切尽在不言中,有时候只要一份关心,一次疼心,便留下永久的感动, 生命里有一个知己,是不会痛苦的,知己比身边的爱人更加懂得你,能体会你的心情,可以猜测到你的心情,这样的爱,没有缠缠缠缠的在一起,便带来的快乐,无拘无束,自由自在,每一件事情都有终结的时候,在知己总能伴随一生, 如果可以,在生命最后的年月,陪伴左右,不离不起,不在最好的时光相聚,但相聚就是最好的时光,没有谁主动离开,除非生命已经终结, 如果,以人生有幸得意知己,请千万要珍惜,知音难求,知己难遇,人生得意知己,便是最大的福报,请珍惜,请珍藏,请紧握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